在中山的一对父母,孩子的健康对他们来说简直是个奢望 家里一对双胞胎快一岁的时候被确诊为重型地中海贫血 医生当时告诉父母说孩子很可能活不过五岁 可如今在爱和信念的支撑下,两个孩子已经六岁了 几经辗转,一线记者来到中山小缆镇,四处打听 在福星一村一间简陋的出租屋找到了双胞胎男孩的家 下楼开门的是孩子的妈妈,得知我们是一线记者,妈妈很是开心 她说一家人都是今日一线的忠实粉丝 走上二楼,屋内的陈设十分简单 破旧的高低床上堆满了各式杂物,但玩具还是崭新的 孩子的父亲易先生刚从建筑工地干完活回来 生活虽苦虽累,但他脸上挂着的笑容始终让家人充满幸福和希望 这里就是易先生一家生活了六年的地方 虽然这个出租屋的面积不大,但是我们现在看到的这一个小小的空地 就是这两个孩子平时经常娱乐活动的场所 孩子的爸爸说平时由于奔波于生计 他们大人很少能够照顾到这两个孩子 他们平时就把这里当成他们自己的小天地 说话间,两个小家伙放学了 易先生冲到门口,把他俩接回家中 初看到我们的镜头,两个孩子还有些害羞 可不一会儿就闹腾起来 孩子们的名字很特别 大的叫易周一,小的叫易周二 孩子生病后,家人就给他们起了这个简单的名字 希望能给孩子带来好运 周一喜欢唱歌,拿着我们的麦克风不愿撒手 周二比较淘气,喜欢养小动物 两个孩子都特别活泼懂事 看上去和普通的男孩没有任何差别 很难想象,他们是患有重型地贫的儿童 孩子妈妈说,六年的病痛已经让他们把吃药打针 当成了生活的一部分 孩子越是坚强,他越是心疼 这个,就是这个 这是他们平时吃的药 这个药有多少钱? 一千多 规格一天要吃三颗 那像一千多块钱一瓶药的话 他们多长时间就会吃完? 很快,反正一个月要两瓶的 输血的话就要两千多两个 一千多 还有吃药的加起来啊什么的 一家人在这里,打工都是为了两个孩子 生活嘛,肯定你不,肯定会苦 不过,看到孩子这样我也 再苦也会过去的 初见一家两兄弟 让我们记者动容的不是他们的艰难生活和病痛折磨 而是那份对生活充满希望的信念 易先生告诉一线记者 他们一家人每个月外出打工挣的钱 能勉强支撑两个孩子的医药费 加上广西老家还有亲朋的帮忙 生活不成问题 六年来,他们都尽量挽挤好新人的帮助 再苦也要靠自己 不愿给别人添麻烦 而他现在最大的心愿 是能够找到给孩子配型成功的骨髓 这样一个家庭 虽然艰难,却充满了生的希望 他们是如何熬过一次又一次难关的 未来又将怎样 明天我们将继续报道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